大家好,我是洪景国际教育王倩老师 很高兴继续和大家分享 Renoid Urine System 泌尿系统 接下来呢,咱们来学习一些泌尿系统的习题 对前面老师给大家讲的知识点进行巩固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道题目 第一道题 当获得一个无菌尿标本 从一个流制挡尿管中时 这个哪个护理措施是最恰当的来预防感染 照题的关键词是sterile,无菌的尿标本 而且是为了预防infection感染 那无菌的标本是不是采取一个无菌的技术去获得标本呢 所以那我们来看ABCD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 A选项是 就是从这个无菌的注射器 通过使用无菌的注射器和针头 然后来获得这个尿 这个是不是一个无菌技术呀 是的,它有一个关键词与stereo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看一下B选项 disconnect the cancer from tubing and obtain urine B选项说呢 是把这个导管断开 然后获得尿 这个是无菌吗 没有提到 对吧 B选项不是 C选项 obtain drinking by and pour out some urine 是打开尿袋 然后呢 把这个尿呢排出来 它是从尿袋里面去取着尿 这样呢也会增加这种感染的危险 是不是 D呢是assin plant to lie down on his bike 让病人采取养胃 这与是不是无菌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提应该选择A选项 B选项呢 说是这个导管和管子断开 然后获得尿 是从这个管子里面获得 A选项呢 是强调了一个无菌的注射器和针头 来获得尿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它有关系的词语是stereo 无菌 大家再看一下这道题目 以其他方法相比 是用无菌的注射器和针头出心尿液 会大大的降与感染的危险 B和C选项都是有感染的危险 所以赵婷应该选择第一个选项 好看第二个题 第二题呢说 一个病人 他有trony renal failure 慢性肾衰 Is immediate with this finding 入院时伴有下列的症状 Pose 脉搏 124每分 Restrian 呼吸 32次每分 Blood pressure 血压 190 110 Neck Win Distension 紧急办冲章 With nursing diagnosis Should receive Hedges Fravity 哪一个呢 呼吏诊断是最守优的 OK 那我们就看看病人存在的一个 major problem 主要的问题 病人的这个心率 122 高 是吧 呼吸 32 也是异常的 血压 是很高 很高的 是吧 190 110 紧急办冲章 这些表现都反映出病人什么呀 循环血量增加 是不是 所以第二题 应该选择哪一个 应该选择 C选项 选择C选项 第二题选择C选项 好看第三题 第三题是 Which This funding is an early sense planned concert 问下哪些表现呢 是膀胱癌的早期症状 问他的这个 早期症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A选项是 Pinless Chemature 是无痛性血尿 B选项是 Polyurine 多尿 C选项是 Nocturine 咽尿 D选项是 Dishurine 含尿困难 这要题的关键词语 有一个 Gurlian sign 早期症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题 第二题没有说完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是最守优的 明显循环血量 选项C选项 Fluce Walming Sacy 雪液 循环的过多 A是 Fear 害怕 Burine Tish 尿 猪瘤 C是 Teners 疲劳 肾脆病人 不能排出正常的液体 是吧 所以它呢 容易导致液体堆积 容易导致 行为行为量的增加 会出现这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它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 Bluce Walming Sacy 好 接下来看第三题 好 看第三题 With this finding 哪个表现是膀胱癌的早期症状 关键词有一个 Gurlinson 早期症状 A是 Painless Hemature 无痛血尿 B是 Polyurine 是多尿 C是 Noc urine 液尿 D是 Dish urine 排尿困难 第三题应该选择哪一个呀 应该选择 A选项 无痛性 血尿 这是它的早期症状 癌血包破坏正常的膀胱组织之后呢 会出现无痛性 血尿 这是膀胱癌的早期症状 要记住 其他的呢 还要像与膀胱癌无关 那咱们来 补充一下膀胱癌的其他的assessment 严重表现 Gurlinson And Metroscopic 它会有肉眼血尿 或者这种静下的无痛性血尿 这是它的Vernin sign Frequency Vernin is urine 会有尿品 尿品 尿疾 还有排尿困难 Dishurion 好 再往下呢 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 Close-induced obstruction 会有这种血块诱导的阻塞 第四个是 Blend-wash specimen And the biography confirms diagnosis 我们可以用膀胱冲洗标本 然后来获得它的标本 我解 Biopathy 同时呢 通过活检来确认这个诊断 所以第三个早期症状呢 是A 无痛性血尿 看一眼 这个知识点 把它在网面补充一下 好 继续 看第四题 After trance urethral resection trans urethral resection 是经尿道 进行prostate for benign prostative hypertrophy 是为了治疗良性前列腺植增生 进行经尿道的前列腺切除 a client returns to room with continual blind irradiation 这个呢 是病人回到房间 进行持续的膀胱灌洗 Iradiation 是灌洗的意思 As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在手术后的第一天 the client contains blind pain 运助塑钮膀疼疼痛 What should a nurse do first 问护士首先应该做什么 Inners increase intravenous flow rate 增加静脉输液的速度 第二 Notify physician immediately 立刻通知医生 Sage or SARS Urethral resection for pency and ginger 评估冠洗导管的通胀性 还有这个引流 Dina and mister 给予一些药物 是Papurinium 是Mapurinium 是PiDating 也称为肚灵丁 肚冷丁 50毫克 Inners and muscular 肌肉内注射 Asperis 给予 3D4应该选择 C选一下 因为病人出现了膀胱疼痛 在灌洗的过程中 出现了膀胱疼痛 首先要去做的 我们要注意 是不是由于 这个导管堵住了 导管堵住了 而引起来的疼痛 所以 首先评估 惯性导管来的通能性和引流 这个咱们做Do First 首先做的措施呢 就是三大原则 ABC原则 是吧 还有先评估好操作 先心理和心理 先评估好操作 就是先进行评估 ABCD这四个选项 只有C选项是先评估 其他的都是具体的措施 是不是 所以应该选择C选项 先评估关系导管的通能性和引流 看看情况 输货疼痛是预期的 首先评估冲洗是不是通胀 根据医嘱使用指能药 然后加快这个静脉输液的低速 派定加快静脉输液的低速只会增加疼痛 如果根据医嘱使用指能药仍然无效的话 才有必要通知医生 好 把这个质点记在边 接下来看第六题 Bestant to the patient with acute palo nephritis 是肾与肾严 问 说这个当在护理一个有极性肾与肾严的病人 哪个护理肝与呢 是最重要的 A是admissor assist bus twins again 一间铁两次作育 第二 Increase fruits intake per day 每天呢 增加预期的摄入 好 继续 第三个是use interviling urine testers to measure urine output accurately 就是每天要准确的测量 留着到尿管 它的尿排出量 Bin encourage client to drink primperberry juice to acid phi 就是我们要增加病人喝预期汁 来加强 使这个尿液呢 变得酸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选项是最重要的 most important 为急性肾与肾严的病人 那我们要首先有这个知识点 我们叫增加液体 这个摄入 这样能够吸食尿液 减少膀胱的刺激 也有助于帮助消毒细菌防止感染 所以呢我们要 increase fluom tea per day 每天增加这个液体的受入 预防它这个感染 预防感染 而递选项说 这个鼓励病人喝月积汁 月积汁呢 是酸性的 是吧 它会对这个膀胱呢 有刺激性 所以呢我们应该减少对膀胱的刺激 递选还能做的 又得选择2B选项 其他的一周护理干人语 咱们来看一下 introvision 第一个module算是监测生物体征 is best for at this temperature 尤其是温度升高了的时候 要格外的监测 让人cash分 take up to 3,000ml per day 股力液体收入增加到每天3,000毫升 来reduce fever and prevent dehydration 减少发热和预防脱水 因为病人发热的症状有力气流失 对吧 需要预防脱水 第三module intake and output 监测出量 insure that output is minimal to 1,500ml per 24 hours 而4小时呢 最小量是1500毫升 要确保 第四个module read 监测体重和鼓力 as to rest 足够的休息 减少肾脏的负担 让肾脏足够的休息 好 所以第六题呢 应该选择2B选项 增加液体的这个摄入 好 来看第七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知识点 在小尿区的中心 在小尿区的急性肾脏时 患者在小尿区时 尿量会明显的一个减少 体内的液体的负荷过重 限制液体的摄入 可防止液体负荷过重 比如说心衰 或者是肺水肿 等病发症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 观测 提过的一些表现 胸腔或者是心胞 有没有肌液呀 有没有胸育虚肠 所以我们要叫 限制液体的摄入 来减少这个循环负荷的加重 来减少这个循环负荷的加重 好 把这个知识点写在旁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选项 哪一个是正确的 A那是encage coving and depraving 鼓励咳嗽胸肌锻锻炼 B是promoting carbohydrate intake 促进探测后的摄入 Thin limiting fluid intake 限制液体的摄入 地震 controlling P 控制糖果 像哪一个呀 M的C 我们要降低液体摄入 来降低循环负荷 好 这道题 第七级要和前面的第六级区分开 第六级呢 是急性肾鱼肾炎 对吧 病人要预防他的进一步的感染 要度喝水 预防膀胱 减少对膀胱的刺激 而第七级呢 当病人处于少尿梯的时候 是吧 我们叫腺部里的摄入 这个 急性肾鱼肾衰 这是accute renal failure 是急性肾衰 这和前面的急性肾鱼肾炎呢 要注意区分开 肾衰的病人呢 它会有少入肌 精神肾炎的 主要一个炎症的疾病 好 看第八题 第八题 A client with transgenial failure 一个慢性肾衰的一个病人 Heading wide Forty red blood cell production 它发展为这种 异常的红细胞的产生 出现了异常 这个红细胞的产生 The nose should the mortars come for 病人呢 护士应该监测病人的什么情况 慢性肾衰 现在出现红细胞的一个异常 我们要注意监测 A型是Nousie and Wormley 恶心有醋 Bid dysponial不吸困难 和Cernosis死肝 D C选项是Fartyg pifar and weakness 无力 B是Pylar 苍白 这个病人呢 慢性肾衰 是不是 现在出现了异常的 红细胞的一个产生 病人很有可能出现了 怎么样 Animia 贫血 病人一旦出现贫血 会出现全身的皮法和无力 所以第八题 应该选取C选项 红细胞携带养 红细胞减少 会降低细胞中的养 供应 从而导致病人出现 皮法无力的症状 就是一个贫血的一个症状 OK Animia results from decreate depression irisable pointing 它呢 就是 贫血呢 是由于 它的红细胞生酸素 分泌的减少 而导致的 通过damage Nephy withouting decreate projection by the blood steel 是由于破坏的 肾单位 而导致 破坏肾单位呢 会降低 红细胞的一个产生 要监测 decreate hepoglobin and hematrograde hematrograde level 要监测 红细胞 蛋白 和红细胞压肌 红细胞压肌 的水平 好 接下来看第九题 第九题 是clinus failure is undergoing conscious peritoneal diasis 一个病人有肾衰 现在进行持续的 抚摸凑析 witness in diagnosis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is client 问哪一个抚摸凑析 是最恰当的 病人有抚摸凑析 哪一个抚摸凑析 是最恰当 咱们的这个抚摸凑析 从它的症状 和它的一些 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的主手 A算是 是 altered urine elumination 营养排出量 改变 B讲 weakness 无力 the infection 感染 dispyler 苍白 抚摸凑析的病人 容易出现什么 病发症 感染 是不是 所以第九题 应该选择 C选项 我们 透吸管 经常要更换 这是目的是 为了预防 细防 细菌的入侵 就是这个管呢 它那个使用 会容易导致细菌 的入侵 容易发生感染 所以它的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 抚理领端 是 C选项 好了 看一下第十题 Aclin Head just had kidney transplant surgery 一个病人呢 刚刚进行一个 肾移植手术 为时 Postoperative finding to nurse report physician immediately 哪一个说的表现 是护士应该 立刻报给医生的 刚明确 这个是病人 做完肾移植 是吧 哪一护士 要立刻通知医生的 可能就是病人 出现了病发症 所以我们要 立刻通知医生 那哪一个 是他病发症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像是 Serum depth level 水清中的 假的水平 4.9 毫当量 每升 假的正常值 是3.5到5.0 是不是 现在4.9 在正常范围内 预想 Serum sonic level 水清中 那的水平 135毫当量 每升 那的正常值 是135到145 也在正常范围内 C是 Tabreaser 体温 体温是 37.3 摄氏度 只要小于38度 都是normal 因为他做这个 刚做完手术嘛 是吧 预防这个 感染 因为做手术呢 会有手术 会有些烧膏 只要是小于38度 都是可以的 Cd实体 看第一选项 Ureal Osborne 尿排出量 每小时20毫升 这个尿排出量 小于一个基线 每小时30毫升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 病人是不是出现了 排斥反应 累积它的性功能了 Cd实体 应该选择 第一选项 好 看一下这一点 因为 肾移植后 患者会出现 排斥反应 感染和其他病发症 或者要密切 监测病的性功能 正常化 每小时 尿量是30毫升 如果尿量下降了 我们要通知 医生 并把这两个 实验是值 大家记住 一个是假的 一个是soder 一个是nna 好 接下来看十一题 Ukland is made with Ganshot wood to the abdomen 应该病人中病 因为它腹部有腔伤 After 在一个 imploratory laboratory 在一个进行 服务探查处 之后 the client is transferr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病人被送到 重症监护病房 ICU Which assessment 发展 suggests the client noise is the warming ocusing failure 哪一个表现 暗示病人 现在发展为 急性肾衰 如果病人出现了 急性肾衰的话 它的肾功能 肯定会累积了 对吧 尿量肯定就会减少 出现一些 oliguric urine 少尿 那我们来看一下 ABCD 哪一个是 A是Blast Urine Natural Level 腰带水平 是22毫克 每分钟 正常是8到25 是吧 然后它是22 还在成长范围内 并显示 Cyro-Creative Level 基盖水平 1.2毫克 每分钟 也在成长范围内